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恶劣天气好像要持续一段时间 大家看一看 下午没什么事 出来带狗遛一遛 提前声饼一下 这只狗是房东的 我平时喜欢跟他玩 因此有时候出来带他遛一遛 这几天天气不是特别好 因此出来比较少 因此今天打算在外面多遛一遛 从住的地方走到海滩那里 到达邦拉步行街了 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边最近较蕭条 游客也比较少 游客也比较少 本来游客就少 最近天气又不好 总是刮大风 然后呢 有时候会下很大的雨 那种大暴雨季节 因此呢 现在人就感觉更少了 接着往前走 很快就要到海滩了 很棒 很棒 什么?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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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体型比较大 因此呢相当有力量 这种大行犬可能对女生来说比较难驾驭 现在到巴东海滩了 来看一看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天这个巨浪 太吓人了 我今天是带着狗出来的 这只狗是太喜欢水了估计是 我都害怕它给我拽到海里了 这狗太有劲了 舔子 发生了什么呀 不能再往里走了 不能再往里走了 这狗的劲儿太大了 这个现在的海水特别特别脏啊 行 走吧 还是真是不想走 看来这个狗也比较喜欢海了 我天 我天 现在海水特别脏 感觉就 跟那种海啸一样 太吓人了 这可不是我平时看到的巴东海滩 太吓人了 我来说出来遛一遛的 看一看 带着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太吓人了 行 先回去吧 前两天还是艳阳高照的那种景色 现在变得 这大自然的力量太大了 一刻变得凶神恶煞了 走 哎 海边不能呆了 快回去吧 行了 溜了一大圈 现在回住的地方 估计溜这一大圈 狗现在已经很累了 刚才听到它大声的呼气了 这次应该是最长的一次散步 平时一般都是在住的附近 溜一溜 疫情 然后再加上天气不好 这个临街的店铺能看得出来非常的萧条 溜了一大圈 溜了一大圈 狗也饿了 我也饿了 现在先快回去 回去做点东西吃 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啊 大家呢 来泰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提示呢 这个提示呢 注意一下它这个 变道图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是白红相间的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不能停车 如果要是停车的话 有可能会被处罚 行了前面就要到住的地方了 今天在外面溜了一天 感觉还挺累的 现在带着这只狗回住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打开 它很容易处理 这个地方 这就是这样 这个地方 好 好 这个地方